請按鈕 請按鈕 按鈕 請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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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台詞 嗚蕭蕭蕭 最近看到很多新手在那邊糾結要怎麼弄新加成 我要跟大家講 先求有再求好 因為加成你可以不斷的去更新 改版重練 所以你先看你當前 不管是要打野外的隊型 或者是打副本隊型 或者是要打哪隻王什麼的 你缺什麼 你就去看能不能從你的加成裡面 多複製一隻幫手 或者是說在外面cost不夠的 你就把你需要那隻會吃掉你cost的 複製掉 複製出來 可以省下一點cost去換更強的打手 因為通常我們會發現說 你的組合裡面啊 你如果要強化你的防禦力 或者是強化你的補血的 那你可能就會吃掉你cost 24 裡面的8或7這樣子 那我可能就 譬如說我吃掉了一個助力一招 我可能cost 要用掉7 我在野外 那我就不能用助力一招啦 我可能就要用別的角色 可是如果我足力一招把它複製一個出來呢 複製一個加成出來呢 對不對 那你這隻足力一招 他只是要放強化技能跟全體唱 對啊 他不需要什麼很高的志啊 或很高的妹啊 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說你在複製你的加成的過程當中啊 你要看你需要這個 這個 角色的奧義啊 如果說像 OK 如果這個 他只吃腕力的 那當然我們這個技能 就要把它增強在腕力的部分 那當然你用誰去訓練 一定會有影響 就是說可能有人說 我的前景常鎮 譬如說像前景常鎮來講嘛 他的腕力2523啊 那如果說你用加成訓練出來的 低於2523 那是不是就會覺得我們加成的過程 對 沒錯 可是問題是 當中的差異 你訓練出來之後 你看 多打個三千 多打個零 少打個五千 會影響到你的戰果嗎 懂我的意思嗎 其實是不會啊 不會 如果會 再重做這樣就好了 就等於說我今天如果做一隻 2400的攻擊力的前景常鎮的加成 那我搭配2500個前景常鎮的加成 那如果前景常鎮一次輸出可以 有五萬的話 那兩隻的話 不就可以有十萬 對不對 那對你要快速打死一隻王 有沒有幫助 當然有幫助啊 那你在野外你堅持說 我不要 我不要做那種低的 那你就沒有意義啊 你就 你自己 你自己給自己限制住 你發展的空間 好 那像我們可能都會說 欸 我們沒有雙五千 只有一隻五千 沒有聖奶 那怎麼辦 那我們就複製一隻 複製一隻 你看我這隻五千是 智力是1935 嘛 那我們沒有很強大的 教室團 我們去做出來的五千 欸 看不到 呵呵呵 從進去好了 進去比較看不到 明犬 很多進入都沒刷 那我可憐 很多進入 好來看一下喔 這隻五千 1935 1935 那信玄 這一隻 二九八一啊 你們看到 我用不好的 不好的加成筒 做出來的也有二九八一 那 原本的五千大概用很爽 你做一隻二九八一的 如果我的 教師團 我再給他充滿到 欸 阿姨又沒有出力了 嘿嘿嘿 好啦 沒關係啦 沒關係啦 你有任務 阿姨要吃 阿姨要吃 倒下去啦 倒下去啦 倒下去吃 好啦 沒關係 倒下去吃啦 好啦 不要搖啦 沒關係啦 阿姨你吃吃啦 好 你看我叫二九八一嗎 那我這個還不是很 堅強的 教師 加那個 英傑加 老師團 基本上是這樣啦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這邊齁 大概你的 架八架七 架八架七的角色 架八架七的角色 如果你用篩選的排序 你就會發現 譬如說我要玩力 好 你看這些 大概 前 前十阿 好 前十 前十 好 你現有的 現有的角色 前十 然後再 外加上 兩隻 好 兩隻這個 加資訊 好 再加上 這個 光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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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這樣光秀 跟那一隻什麼 那就是什麼 這一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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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匠神祈禱師 匠神祈禱師 因為光秀跟匠神祈禱師 他是可以訓練兩次的 就是同一場裡面 他會有訓練比較多的 條件 他是這樣設定的 所以這兩個可能在 欸 這不能看 匠神祈禱師 這樣子 所以變成說 你先做出你需要的角色 然後先將就著用 那他的素質 會不會比原來這隻高 會不會比原來這隻高 也許會 也許不會 然後再給他穿一組 簡單的 簡單的 好 簡單的 這個 這個 裝備啊 為什麼呢 因為你這隻有可能之後 會再重做一隻新的 那 你這些裝備就不要了 就通通不要了 這樣子 因為你裝進去拿不出來 那有趣的是在於 這個 這個 其實 武器啊 家層的武器啊 你當然還可以選更好的 家層的武器啊 他可以 裝九九粒 再丟進去 他是吃九九粒的 所以變成說 如果你今天真的要把 一隻你要做得很好的 加成的素質往上衝 你不只是你的 這個 老師團啊 就英傑老師團的 等級要高 然後等級高了之後 滿了 等級滿了之後 你突破要高 我覺得他突破的意思 應該是說 老師給予 加強的素質會更多啦 跟我們在突破的概念是一樣 有些人說你沒突破的 跟突破式的 在訓練的過程給予的數據 可能突破者會比較多 然後再來等級也會有差 然後再來就是你的 老師的那隻角色的數值 如果要更高的話 就可以利用有沒有突破 來裝鬼神死強化 比如說我這隻武器 他如果是 欸 好 突破1 突破1 那就是我有兩個鬼神地可以用 那我就可以去找一個兩個鬼神力 然後加智力的給他 那他就是變成一個高智的武田這樣子 高智的武田 那因為我只有突破一次 所以 我目前的鬼神死如果有兩個 可以都是智力高的 那這樣就夠了 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突破之前 你就算你丟給我一個八顆的 也沒有用 用不到 所以我會覺得說 你就是階段性成長 你不要想說 喔 我五天我一定要殺一個八顆的 可是問題是你只有突破1 那你殺一個八顆的 那你耗盡所有的時間去 去打 打怪打王 打那個 八顆這樣 或者是去弄什麼 那其實他只用得到兩個 那你倒估的時候 兩格先上 那你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說我先雙兩個 逃的 智力 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說你要階段性成長 師瓜 其實階段性成長就可以了 不需要說你要一步到位 我覺得很多老玩家回來 或者是新手剛上來看到那些 看到那些 大佬的影片啊 或者看到那些 高手的影片 你就會發現 哇好可怕 怎麼那麼強 可是人家都花很多時間這樣 一路一路上來的 你看不到啊 他的努力你並沒有看在裡面 那我們這種是正在努力中 比較弱的 但是你可以參考一下 比較弱的 有多弱 哈哈哈哈 今天有人說 啊那個 有人這個 明確已經爬到700了 700啊 幾百啊 不用啊 我就自己這樣爬上來就好了 你如果有寄生就寄生嘛 如果你沒有寄生 你還是要有能力自己打 而且主線這邊 你只能靠自己打 攻鬥你要去跟 沒有關係啦 那個 有人開團就去跟 我一直鼓勵人家寄生 因為我自己也會跟 可是問題是 等到一個高度之後啊 你要寄生到跟你搭配的團 就不容易了 所以我建議大家 你還是要研究你怎麼 怎麼去打 研究怎麼去打 好 那就大家來看一下 這個雙五年 雙五年 好 像這個的話就是有 搭配 打神的 好搭配 戰術組 還有兩個 片 好 那你說那 五年輸出有差多少 你看我 人造五年 好 跟 原本的五年這樣輸出 差 四千 好 五千 然後再來就是說 我們要一個攻擊強化 好 這個 屬性強化的 好 那就一招 一招可以強化 一招可以強化三個燈 不如小 我優點是要他的燈啊 百燈啊 然後他自己又帶強化 帶藍燈強化 那再來這個 神靈破滅 喔 神靈破滅 我之後會再弄另外一隻 兼虛 就等於說 兩隻兼虛 兼虛也是把神鑽用 啊可是基本上還是五天為主 因為現在大家說 只有五天為主 然後如果你帶雙五天 我建議你就是帶兩隻 自神 你看我的一招跟馬場 就把它調成 以自神 以自神技能為優先 他就會一直在自神 你就看我的五天 一招的優點就是 他是全體白燈 這個對於你隊形當中 如果要真比例高的 是很方便的技能 然後 那我會建議帶一個 單攻守 就是像我用移會 那你用其他也可以啦 先頂上陣 都可以 好繼續疊 他當然會消你的燈 對方一定會消你的燈 對方一定會消你的燈 你不要看這兩個 五天喔 他其實還是可以幫補的 只是你要看那個比例啦 調整那個技能的比例 讓他 以補為優先 還是以攻擊為優先 好不錯了 其實血肉還蠻多的 好一招放五天獸祈願 好 好 這 這個現在是二師幾頭 好 也不知道幾百 所以現在這個狀態來看 穩定度來看 這樣的話 我們不講八跟十啦 八跟十比較特別 那其他的話 一到五 那二一到二五 目前的這個 這個型態 打的型態 應該到 三四四 應該也都還能夠 因為我現在主要是要看那個 不帶盾 扛不扛的部分 不帶盾能夠扛到幾 就是 到七的部分 就是十一 二一 三一 四一 這樣子 要找出那個 不需帶盾的 唉唷 我居然是被轟死啦 呵呵呵呵 唉呀 好啦好啦 居然是 一直打我 變聰明 他還是變聰明 那我開個 開個極樂好了 唉呀聰明的王 一次死不見得每次都死 一次死不見得每次都死 這告訴我要帶個極樂 唉唷 聰明的王 你看他 他發現 他發現說 我自己 只有打完家 他才會贏 還有那個 你如果輸過 你的陰節 會掉 掉那個 哇 每次吃要吃 三百三十罐 好 我們再來試一次 那既然知道自己的問題在哪裡 我們就是要 把這個 技能調一下 我需要一個極樂 其實也不用四生四滅了 唉有極樂啊 剛忘記放 好 來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打明犬這邊 他會不斷的在消災 在宴消裡 然後消掉你的抗術 喔 消掉你的白燈 喔 等等等等 那我們用一招的優點是說 一招的白燈是大燈 喔 那他比較消妙 很容易 那既然我們開了白燈 對方就會 會有一個 一直想要消你燈的技能 喔 他就一直放那個東西 會消你的這個 減傷這樣子 喔 所以變成說 你的意 你的技能 你的狀態 是會向對對方 會發生很棒 這個東西 就大家看 有人說 欸我們用大聖 最近流行 我們自己先大聖 然後把雙方都抖一次 可是在大聖的效果 還沒有退消起來 你看他現在打我 還打我 在這個大聖的效果 還沒有消退起來 好 好 王對你的抖 是沒有效果的 好 沒有效果 好 那 再來還有說 什麼呢 他一招就是說 啊 神器級 那是王 神器級那是王 那 那這王呢 沒有氣的時候 他會用 奪取 所有人的氣 然後你會抖 這樣子 那因為 你抖過了 然後他就不能抖 然後 照他們說法是說 如果你用神器級的抖 抖那是王 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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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他馬上就可以再抖對方 我覺得應該不是再馬上抖對方 應該是說已經隔了一個 已經隔了一個 因為神器級的抖會比較多 讓你感覺說時間變短了 就是說 兩抖之間的 差距時間變短了 其實 應該是不死啦 應該是 他那個 他那個抖有一個 就是回復 回復不能抖的時間 就是再 再抖不能的時間 好 這個 這是抖的一個 妹槓啊 那再抖不能的時間 可能就要看 他的那個技能的 時間長短 健身 譬如說我用刀背抖他 我用發馬掌抖他 跟我用神器級抖他 跟我用武田的奧義 60秒抖他 他的回復 再抖不能的回復時間 應該都不一樣 這個當然就是給你玩家一個 能夠加時間 加時間 讓時間 讓抖對方 我們時間更久的 方式 這也是一個方法 你看到他 我賊啊 一直打我的那個 騎頭 害我只能飢餓 害我只能飢餓 永遠在飢餓這樣子 我一直出 呈現在極樂的狀態 極樂 其實極樂齁 不能停啊 以我目前的狀態極樂不能停 不能跳啊 因為極樂的秒數沒有那麼長 要極樂改才會長一點 就變成說我最好就是維持極樂狀態 這樣子 怎麼打 就讓 這個 冰姐自己打 讓我自己維持 維持極樂 這樣子 這是我可憐的小蜜嬌的 大法 怎麼打 就一直極樂就對了 極樂優點就是大不死 你們看到我的信群都在補血 信群有在補血 那他隨時就是 他隨時有在 你看我的兩隻信群都在補血 你們看到 所以你的 技能的調配齁 就 要補血 要打 就自己設一個武器 這樣子 ㄎ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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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ㄎ 能略或有個繩子 他還有PC 他還有PC 他還有鑰匙補師 這些 這個都是 嘗試啦 大家可能要 稍微注意一下 這樣 你要知道他要先打誰 那如果說呢 如果說呢 能夠扛得過 扛得過 那就行啦 這樣講這樣 先求有再求好啦 不要 不要講一大堆 結果大家在那邊抱怨 做得不好 抱怨 官方怎麼樣 怎麼樣 我覺得這個都不是 不是該去討論這種東西啦 因為 官方是提供一個方法 那至於你成長的過程 那個都要靠玩家自己投入 那像有人說 啊他可能 覺得很弱啊 什麼什麼的 然後不知道要幹什麼 我還是跟他說 影片都有拍 好像昨天我遇到一個 有人說我不帶人的 對我不帶人 基本上我不帶人 我 很大人帶人 為什麼呢 因為 你帶他 他不見得會記得 他也不見得會感謝你 那你要不要帶就在你自己 那就是 看個人的想法 你沒有那個責任去帶 沒關係 那至於說 像 有時候我們看到說 啊因為深夜了 深夜了 那他真的有需要 因為 有時候是帶路門那個動作 比如說他來 他也不會 不會來安徒 不會什麼 東西在哪裡不知道 那我建議你就是 如果你遇到人家 願意帶你 就看去寄 趕快去寄 不要說 人家在帶你的時候 你還在那邊自己在做別的事情 那可能就 不好 因為大家也有時間 大家都很壞 要花很多時間在 囤物資啊 你看我們這樣打 也是要囤信賴啊 你以為大家都很閒嗎 也不是啊 對不對 那是因為你不知道要打什麼 才會覺得很閒啊 可是問題是 像我們這樣 每個禮拜 你可能要 這次就可怕了 這次非常好 這隻非常好 這隻的 這幾個刀 刀匠 五四啊 這一段都是五四 他有幾個刀啊 是具有 幾乎秒掉你的能力 幾乎秒掉你 就能打那你剩下一滴血 好 好 所以大家 大家如果說遇到這種狀況 趕快 趕快把蓋機的喔 怎麼走啊 因為我基本上還是幫你解開了 你從 從 各地的 神社 像神魔導師 你就可以 選擇進安徒 那一定要把這個進去 然後再怎麼從安徒的 進 回到 原來的世界 這個你也要進去 然後再來就是 主要就是 你接復歸嘛 那你復歸 復歸任務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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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完夢幻城 的路 安徒 安徒的光秀 然後再來 你的道場 道場任務 道場那個證據 然後到達成證 然後到達成證 直接你要到 組成上面去對話 然後再來有一個東西 我沒跟你 我沒帶你去啦 海道場跟 一個 承戰的部分 這個到時候你再問 跟現場的玩家 就不會有這個大空 因為 有些東西 你要一口氣講還是不容易啦 那基本上 我會跟你講的就是說 跟新玩家講的就是說 你如果去翻我的舊影片 其實我都拍了啦 大部分我都拍了 比如說 怎麼去海道船 然後怎麼去 這個 城站啊 然後怎麼去 去哪裡 那甚至有一些 我連地圖都拍了 比如說 這個 星野山的所有的地圖 然後秀記所有的地圖 然後秀記所有的地圖 那九州是沒有的 因為九州就只有一條路 然後還原 就是吳大唐那邊的所有的 關卡 我都是全解啦 啊有一個 完全說 你影片很長 你可以跳著看看 哈哈哈哈哈哈 喔如果我用剪接的 你就不知道我在幹什麼嗎 這個東西是 你以為是那個 那個網紅的 Vlog嗎 我跟你講 日本的玩家 有人是直接開直播嗎 開直播喔 開直播在加段廢話的時間 他一開有時候三四個小時 他就是打一個關卡 三四個小時 對啊就是 不是一小時的影片而已 大部分的時間我都空不在一小時 大部分 不要說太長或太多 那如果你覺得太長 就跳著看吧 跳著看 看你重要的部分 可是有時候 我們在聊的過程當中 會有一些 訊息 有一些訊息 那剛好有想到聊到 那當然 我要不要再把它拍成單獨的 影片 那個東西就 我再考量看看 因為我也沒人家操作得厲害 你說 你要弄 九死啊 我沒生 懂我的意思嗎 太複雜了 那沒關係 那有機會我再來調整 因為 所有的一些特殊打法 可能都需要 首先 特殊打法還有特殊的搭配 然後特殊打法要搶 他當然本身 那是陰景或什麼的 就要搶到有一定的輸出能力 一定的條件 然後或者是一些技能上的安裝 比如說不能裝什麼技能 可以裝什麼技能 這樣子 因為可能有些技能有衝突 甚至他有的是用控秒的 控秒的話 他會比較進去 那當然搭配特定的 團 你的團 你的團 啊 死掉一個了 OK 我跟你講 打到那一隻 Holycam的 你可能就要 那隻機車頭了 他要帶一個盾 不然那個被貓到就死了 那我隨時可以拉 可能要把監俱換掉 把監俱換成盾 因為有些細節我們是想到啦 可是不見得會拍啦 因為有些是別人的一些 他習得的一些比較厲害的技巧 那我建議你去看他影片 去看那些高手的影片 再去想辦法學 可是你學出來的 你不見得有他的效果 還是跟他講 你不見得有他的效果 因為人家那個 特殊打法還是有 設定一定的條件 譬如說他的 蝴蝶很強啊 他的智力很高啊 等等等等 所以他轟出來幾十萬 你轟出來只有五六萬 那還是會有差的 那 因為 有些團啊 他可能 會精確的抓到秒 哇這隻可能要帶 帶盾 這隻不能不帶盾 這隻有點危險 把這個拿掉好了 那個盾 要誰盾 到場好了 還是櫃蝶 到場 你要很瞭解身上有什麼角色可以用 比如說 欸 早上中低能不能用 其實這也不錯啊 這隻也是不錯啊 就是說很多角色你都可以去用 然後盡可能的就是把你 各種牌序的前史都 都換門二十等 其實他們都是很有機會去幫到你的 加成的老師 好 等等等等 我想說我不要用盾 要不要給他們盾看一下 有抗物理的盾嗎 抗物理的盾嗎 不是 欸 為什麼沒有裝回生意型啊 呵呵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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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我們這種非洲的 非洲的格數太少了 是不是花錢可以加五個 是不是花錢可以加五個 忘記了 我印象說好像可以 那我們就不要出手啦 我們就 用 誒 誒 發誓這一回聲 誒 那我們就不用回聲一清就好啦 哎呀 真糟糕啊 亂裝 亂裝 好 跟幻想 幻想有沒有什麼比較好的技能 滅界 滅界有時候會裝到 滅界有時候會用到 滅界有時候會用到 大家注意一下 滅界有時候會用到 比如說 Medical Player 來 這隻比較麻煩 香模鞂 紅啊 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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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以這個 雙老虎 雙虎為主的輸出 也不是很強啦 沒有很強 好 就是說我們就這樣打 呵呵 來 注意對方的技能 在打平權喔 你要注意兩件事 一個就是你的白燈有沒有被消掉 然後再來就是 你的抗術有沒有被消掉 唉 喔 這招監選 好 疊 然後 剛剛他那個雷啊 打到我的五圈就 放黃燈 通常雷系的打到都是放黃燈 喔 我只是疊到兩萬六 繼續疊 繼續疊 自身繼續疊 他可能會有說那個 可不可能用 奧義 大威的命中 好 有人說那個有沒有可能說 唉唷 我剛剛講什麼忘了 老人痴呆症 呵呵呵 好 有沒有可能說是護燈喔 可以喔 可以護燈喔 燈是可以護燈 現在護燈的方法有兩種 一種就是用軍鞋 用軍鞋的奧義 可能帶一個軍鞋 然後一直護住你的 某一支的燈 抗燕銷啦 抗狀況 抗寶燈啦 什麼的 那這個我也之前有拍片介紹過了 可以護住燈 那當然你兩支就要分開放 或者是 帶兩個軍鞋 應該不至於帶兩個軍鞋 然後再來就是說 還有一個方法就是說 用那個 提升燈套的方式來抗 來抗消 這個也是一個方法 就是說 你疊到一定的程度 你再把它生成二級燈 那這個生二級燈的動作呢 就不能用 用蓋根的方式 就是說你不能用另外一個技能 會開大黃燈的方式來幹 你要用強化的方式來升級 比如說把原有的小黃燈 升級成二級燈 這樣他應該他的處子就會有 那如果說你用另外一個奧義的大黃燈 那我就怕這一支這樣子 糟糕了 這個就是我帶的你知道的強化不夠 像這種狀態怎麼辦 就是很簡單齁 就加上你的血條 就像你說 我如果開場用 後光 不知道後光 開場用60% 可能就可以避免這個傷害 可是問題是我開場沒有用 所以我現在 可能就要被打死了 哈哈哈哈 聽好的 也不在了齁 哇 我就說這支有點難搞齁 而且他剛才批沒有去批我的盾齁 來我們再一次齁 這次我們要改成 開場60% 所以打法是要變的 不是 沒有像人家那個高手 轟兩發對方就是 所以有些人們問說 怎麼打怎麼打齁 其實 怎麼打怎麼打 如果你要複製別人的 也要看你自己的條件 你有沒有那個陰傑 你的陰傑有沒有他那麼強 那如果沒有的話呢 建議你就是 正攻法 學一學 該先打死誰 先打死誰 好 那像剛剛那個狀況就是 我沒有看過他 連打的那一招 那種輸出太可怕了 就是怕他出來 你知道齁 OK 好 那我們這支 打到這支就可以了齁 加成 交出來 交信訓 其實都有掛的話 不需要用到 體力啦 我這些都是掛 掛著狀態齁 掛著 沒有體力就停嘛 就停訓練 可是我一次可能掛個六七支 再訓練齁 那其實那很快齁 我就有那麼多支齁 大概兩千嘛 兩千的體力可以做一支啊 三天可以買一千 大概這個概念 三天可以買一千 所以你一個禮拜可以做一支 但是如果說你一次 你一次開五支 你就是一個禮拜可以做五支 訓練可以同時 並存的齁 就是我可以開一次開一次開一次開 開角色開完 送進訓練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開始訓練這樣 就算掛一支了 這是我之前發現了齁 好那我們現在來齁 滿了齁 清一下寶寶 你影片當然可以跳著看啊 可是你就不知道我在做什麼 那個 有些小動作 我們已經不會再去做說明了齁 那為什麼要做這個動作 你可能要自己去 思考一下 呵呵呵 呵呵 好 因為有些人都是丟掉嘛 但其實不需要丟掉啦 其實他還是有他的功能 有他的功能 多多少少 可能也是幾千關的收入啊 不要笑早期 這個都是很貴的齁 有些神經病在那邊亂賣齁 我們剛回來的時候 就是有很多神經病在那邊亂賣東西齁 那我們 既然回來了 我們就盡可能的把物價給 壓低啊齁 你只要有人開始壓 那當然物價就會降下來 那如果大家都賣高價 那對新手還想是不友善的 我就覺得這樣子齁 對新手是不友善的 那要不要哀哀叫齁 我們剛回來的時候 哇那個大家那麼哀哀叫 那些什麼 一大堆材料啊 都是幾百萬幾百萬 現在沒有啦齁 因為現在 就是因為玩家回來得多 菜籍也多了 人也多了 那物價就只能就掉下來了 這是好處 好處啦齁 然後我們再打一次齁 剛性我們 第一下扛不住啊齁 來 現在來 重來啊 油派 60%齁 你剛剛忘記我是秘教齁 不要沒有是他 以這種團來講齁 委託天的話 盡可能先讓一死 盡可能先讓你死 來靠速崩壘來了齁 只要一死 大概就贏了 一死完就死了 就打風來人啊 或小村這樣 這兩個比較麻煩 尤其這個小村 他會三點神社齁 來空 欸不是空缺 來個 回向 回向 好開始補血了 好對方拳斗狀態齁 那其實有一個方式啊 可以裝個大 大 完回 大 完回 好 自己一次全部完了 大完 我是沒裝啊 好 喔 疊到多少 疊到多少 兩萬死 好像剛剛六十秒可以裝個大 打完完 就把他全部 各補六千 這樣子 好 因為六十秒我有拿個時間 應該抓那個抖的時間 我們不見得 不會 掩飾出來啦 我們只會看有時候說 你可以這樣打 試試看 欸這個會不會消 消燈喔 可是你看我沒有消到那個 白根 喔這就是 第一招的白根的用力 要趕快補血啊 一直補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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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發 炸壓力 兩個武田在 轟炸 就 對方一直抖一直抖 那你說 湊開怎麼樣 湊開 湊開沒辦法 湊開你除非前面愛提招 他這個 喔來來來來 討厭鬼 我愛提招 這次試試一次 我愛提招 我等不停的補啊 補補補補補 欸孔雀 OK 好現在先來打 他如果再開一次槍我就輸了 再開一次槍我就輸了 沒有 他幫我上光 哎呀好可怕 躺不住啦 你看他把我的那個 那個 那個消掉了 走 讚 孔雀 我直接 孔雀黃 好像本來像 想要那個啦 想要直接孔雀黃 不是偷太久 偷太久怕撐不住 怕頂不住 就比較怕這隻啦 怕這些忍者在那邊亂吹 討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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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猶豫 猶豫 孔雀黃啊 要追上啊 孔雀黃要追上啊 我最後要抓一個王回六千 好 就要上了 怪者一塊錢啊 又完了 天啊 好好好 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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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了 不行了 啊 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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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住 看不住 頂不住啊 頂不住 這時候怎麼辦 兩個方法齁 那個 更換你的 強化的角色 或者是 加一個補血 為什麼歐歐腳 要大地震 好來 看我們還有什麼角色可以換齁 登陸 這隻好像沒有 OK 好 那我知道了 好 那我知道了 沒有那個 剛剛有發現很奇怪的現象 我的 將軍 居然 在戰壁 看這裡 因為我把他放死人 所以我剛剛沒有放死人的技能的時候 他就一直在砍人 他就一直不砍人 好 所以我們要把這裡換一下 神 好 神 職業 對像 種族 鬼 神 那我就是不攻擊了 那我就是不攻擊了 現在生命第一 這個 改成 高之敵 這裡 因為我也放死人了 這個就不用 這個其實不用 這個 生命第一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好 要把他 發錢剛剛不動 怪怪的 OK 沒關係 喜好 進來 一拳 再打一次 加成 繼續召喚 好 這個也要看一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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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迪比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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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這個 對象為 神 神先打 神先打 然後後面這邊有一個 就是掛 不要掛種族的 這樣子 OK 好 那你們會發現我把 主力 一位留下來了 把馬場拿掉 好 因為我的 組合 就是補選的多 所以變成說 我需要的是 百登 所以我也考慮到說 我們也許犧牲了 連 無填的時間 可是我們 用來換取 所有 懷登的機會 就是 我又多帶了一隻 多帶了一隻 那剛剛 我有把這個 異輝為什麼 名字輸出的 維迪塔 連火燈 先打死神 來說 然後居然給我發呆 這個 差很多 這差很多 都不差 那你看我們前途也是 可以幫打 然後又提高一個 補血的 角色 這是很重要的 這是很重要的 結果這個啦 村口3.5四波 這個很厲害 所以1死 就是後面這兩隻死 好 趕快讓你死 好 剛剛拖太久 才會轟疊了吧 好 沒有看到 就盡可能的讓你的 攻擊手 死定了 很低啊 齁 每一關 誰該先死 他其實是很順序的齁 就是觀察一下他的技術 這樣 你就從 打死你的那一隻 或者是造成你會死的條件 或者是哪一隻的技能最困擾 去解 當然很多玩家都會解 去看人家打王 你看人家打王的影片就會知道 他先打死神 其實這個是有道理的齁 當然不是絕對啦 因為其實說實說穿了 每個玩家的 角色能力也不大一樣 他可以不見得你可以啦 所以你還是要觀察一下他的 輸出啊 他的角色 組合啊 也許他的五田不強 我們的五田不強 所以我們用五田打打不贏 他們用五田打打 差在這裡 這就是說你在打一個 大王過程當中 你是要採用 什麼樣的型態去打王 像用五田就是全刷嗎 我管你對方說什麼 就是一直全刷 一直疊一直全刷 快速的疊快速的全刷 這是一個方法 這是一個方法 如果你是 你疊有沒有疊得別人快 疊人家的數值本身就這麼高 疊得沒有別人快 那你數據的輸出 都拉不上來 你看這個白癡 噢啊 那如果說你真的沒有辦法 那就是 改成 好改成 集中輸出半打死 集中人手半打死 改成 主砲兩個 一個這樣子 然後先把 一幹掉 先把 目標幹掉 用削 削減敵人的 攻擊輸出 或者是 干擾輸出 欸 誰會先打死 先打死 誰會大拳 挽回 先打死 這都是一個方法 快補血快補血 你看我現在這次 改了兩隻補血了 就是把 先爐給拉進來 好一招 一招 其實用 雅月會比較容易缺氣 雅月會比較容易缺氣 如果用 鼓聲就比較不會 缺氣拉 糟糕 糟糕 他氣被打掉 他很好 對著 他那個 蹦蹦蹦的那招 可能要氣 所以你把對方氣打掉也是可以 呦好像沒撞某掌 沒撞某掌嗎 沒有齁 沒有齁 四加三尊 三個四加三尊 四加三尊 然後再留好 欸為什麼趕快把他一砍死啊 幹什麼啊 那你要給他 打第二發的機會嗎 好 鴨圈改 應該打在 真理吧 不是 打一招 打一會 討厭欸 好 沒關係 不會有人去拉 我們先把 場子給顧起來 來 因為一揮灰在打他 快死了 紅雀黃 四加三尊 好 如果我們用這個補神 好 用補神 就會好一點 能夠兼 兩個工作或三個工作的角色是最好的 我就說我顯得我可補可打 可是他不能強化 那一招可以開拍燈 可是他的補氣就很少 然後又可以強化 可是他的強化不是很強 那你可能要找一個更強的 那可能說我們團隊要用 血量跟他平 用68跟他平 那你可能就是補血的要多多 那強化也許就可以折去囉 強化也許就可以折去囉 就等於說 沒救喔 沒救 我來救 好 興趣沒救了 白救 欸 被吹斗了啦 糟糕 他這樣的話 我很多人沒救 再鋼兩千 然後就 補血吧 剛好我忘記說一件事啊 就是讓潛途去發大炮 去打為何天 可是拖太久了 其實不要用 異輝會好一點 異輝刺氣刺太中 好 又上線了 再炸 再炸 沒有啦 補啊 再補 又來了 又來了 討厭 討厭 真靠火點裡討 欸 沒死啊 沒死啊 沒死 等憂喔 喔 被忍者護住了 你咧 太可惡了 好 我現在用 我現在用其樂給他 喔 鑽氣就是這樣 沒用 三個 不行了 要靠自己了 再拖下去就 就不妙了 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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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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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拖一下就不妙了 打到鑰匙了 我需要一發60秒 來整備 4加3分 女王黃 極樂 1分 堪森一個1 1分 1分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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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分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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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秒 3分 來了 因為時間拖久了他就變成 集中了 打 轉 OK 好 補血啊 補血的收到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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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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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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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 2分 呵呵呵呵 坎思你 有趣齁 可是還是缺奇啦 用這個 一招就是缺奇 用雅月就是這樣 缺奇 可以吃60%欸 因為我剛有死掉 沒有20%了 死掉就沒有60%了 那其實流派的 技能裡面齁 可以設定一些部署的條件齁 除了 三個20%之外 可以再加其他東西齁 可以設定一些部署的條件齁 氣運啊 什麼威雪 什麼蛙哥 看他裡面有什麼技能齁 補助技能 好 噢 打成這樣子 混到啦 好啦沒關係啦 也是過了啦齁 他看超 environments 放體 Woah 路邊 有 question etera 好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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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啊 大家猜一下 有魔物只算她一個 還有跟大家講 像你看我有掛了很多其他的技能 這是優點員的缺點 缺點是什麼呢?缺點就是說 因為我要放ROE 可是我一直在放這些小技能 其實這些小技能其實也會把氣給吃掉 那如果說你不要他去放這些小技能 你就可以設一個條件把他當住 就是說氣低於多少%之前 這樣的話他回擊會快一點 那我設這些小技能其實因為我是用狀態設置 所以變成說 你看他就可以幫幫補阿 每一場幫幫補阿 每一氣幫幫補阿 所以如果你用雅月最好是兩隻 我建議用兩隻 那如果你是用虎神的話一次就可以了 一次他有那個神奇招呼 還是把他的數量減少會好一點 還是把他的數量減少會好一點 唉呀 終於來了終於來了 終於進入 進入攻擊輸出的階段 這個LV1上升是什麼意思 這就是你的大時間太久 他的那個 攻擊輸出的加倍 他現在你覺得他起夠阿 你就可以把白燈給開起來 開始了 開始了開始了 打打打打打打打 好 好 好 顯如你說我的主炮了 這個沒有氣 好 那這個今天影片就是大概測試一下這個 好 測試一下 孔雀不見了 好 測試一下我們這個小蜜叫阿 帶雙五連的狀態阿 其實最好的方式其實是不用一招 我覺得不用一招 但是我需要一隻強化的角色 好 那可能 EU會改成宇宙美定滿 或者什麼的 宇宙美定滿 也有強化 也有強化 那我一招換成一隻虎神這樣 可能會更完美 這樣可能會更完美 好 那其他就維持啦 因為這還是以 雙五連性選為主炮 形態這樣子 那宇宙美定滿就是 拿來當 強化用 他也是一個 單輸出 這也是鋼攻擊法 往向回向 啊 沒有唱阿 已經準備了 還有這個 我跟大家講 因為我把他的唱給拿掉 我讓他只跨巴威力 其實這樣危險 氣不夠 巴威力也發不出來 就沒有唱 所以這個唱還是要開起來 唱 還是要接在巴威力的後面 有巴威力有巴威力 沒巴威力有唱 好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歡迎訂閱按讚分享 以及小鈴鐺 看到這邊 然後有任何問題 可以在外地上留言 或者遊戲中心文 那 大家願願幫小朋友 就看各自的 各自玩家的 習慣了 還是跟新手講 看到寄生團一定要跟 不知道什麼叫寄生 再先上問 有寄生的 就去寄生 不管是寄生哪一種團 你只要跟得上 就去跟 能搭得上就去搭 因為畢竟如果有大佬要開 那就是去搭 那 成長就是要階段性 不要叫做一次就可以到 階段性成長 然後學習怎麼搭 這樣子 好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我是老婆 歡迎來到新手機 哇 記得訂閱喔 看影片也要按讚一下 對不對 按讚一下 好啦 要贏了 好 大王就這樣 打快打慢都是 然後 都是過往 好 慢慢往上爬 其實我剛剛如果 搭這樣的組合一次就過了 就是把這個 換一下 換成 好換成 不然這樣 太好奇了吧 好 那影片就到這裡 OK 好 那下次再見 呵呵呵呵 開個箱出去了 那個 你要知道 舞姿有多忙 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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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啊 今天就要在 好 下期再見 掰掰 boyboy boyboy bo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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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好 好 喔 好 喔 好